iPhone销售踢到铁板 传出在中国大陆全面降价 光是XR就降450元人民币 约台币2061元 目前一台卖5250元人民币 约台币2.4万元 受到贸易战相关的因素影响 整个消费成长的力道 不如以往来的强劲 那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目前手机已经进入到4G 转向5G的这个过渡的一个时期 这会让消费者开始出现观望 惨点是iPhone XR 2018年上架不到两周 苹果就通知鸿海及核硕 要把原产量7800万部削减三分之一 最近昌塑科技也提前三个月 就拆除XR的产线 降价还是太贵 不会因为我觉得太贵 而且现在手机也都还用得挺好的 可能价钱考量吧 国民看到新机不再抢着买 换机周期更从两年延长到三年 有专家点出就是因为 对新机涨价太快 那在没有这个电信商的 这个手机补贴之下 其实又进一步的 电高的消费者 在购买手机的一个成本 那另外如果从产品本身的 一个特性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近几年 其实苹果的新机 在整个产品创新的程度上 明显的不如先前的一个几年 反观华为在中国大陆出货持续成长 2019年目标销售2.5亿支 年增25% 苹果魅力无法挡的神话恐怕破灭 东森财经新闻中心 河昆元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